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呢这个题目里面有几个单字 我们先把单字处理一下 我们首先看到后面的部分 Making them Multimedia Multimedia 是什么意思呢? Multimedia 者就是多媒体 Multi 这个字根其实就是多样的 所以 Multimedia 合起来就变成多媒体 Machine 者是机器 多媒体的机器 什么样子多媒体的机器 With 它带有点点点的功能 所以我们看到With Interactive Potential Interactive 这个字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 Inter 这个字根是指两者之间的 叫Inter 所以网路是不是网跟网之间 所以叫Internet 国家跟国家之间 所以叫International 所以呢 Interactive 这个字 我们说 Active 是动作 所以 Interactive 叫做互动的 就叫做 Interactive 那至于 Potential 这个字 就是潜力或是可能性咯 那如果人家跟你讲说 哇你好有 Potential 这表示你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人 所以这句话的概念是什么呢 使得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子多媒体的机器呢 也就是附带有互动潜力的这种多媒体机器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 Making 它用 Ing 之前有跟大家提过 一个句子里面如果有两个动词没有连接的话 第二动词要记得变成 Ving 变成现在分词的用法 所以这里其实就是它其中的一个用法 那么什么叫 Making Them Multimedia Machines Making 是一个不完全集物动词 Them 是受词 Multimedia Machines 这就是受词补语 所以呢使得他们变成多媒体机器 其实这样子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句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的句子 Recent Technology Gives Computers 什么东西 Recent 叫做最近的 那最近的科技呢 给予了电脑什么样子跟什么样子的东西 那我们看到 ABC 株的选项 大家应该有看到一个非常熟悉又友善的一个片语 叫做 Both A and B 什么叫 Both A and B 这就是 A 和 B 那要小心哦 如果你用 Both 跟 N 的话 你的 A 跟 B 记得要是同等单位的东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A 选项吧 BOTH Audio and Video Capability 什么叫 Capability 这个字准是能力的意思哦 所以 Audio呢 Audio 是听觉的 Video呢 视觉的 所以 Both Audio and Video Capability 它说呢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个科技啊 给予我们的电脑呢 不仅有这个所谓的听觉还有视觉的能力 所以呢 A 好像可以哦 第二个 B Is Capability is Both Audio and Video 大家不觉得怪吗 前面这个句子里面 Give 已经是动词了 第二个 B 选项里面又有一个 B 动词 两个动词在一起会打架耶 所以 B 我们不能选 C Both Audio and Video are Capable 什么叫 Capable 这里要请大家记得一个片语哦 如果你看到 B 动词再加 Capable of Be Capable of 后面要放 VNG 这个时候我们中文翻成能够... 那么除了用 Be Capable of 加 VNG 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用法叫做 Be Able to 加原型动词 这个也叫做能够... 所以你看 C 选项也是里面有一个 B 动词 这样两个动词会打架耶 所以 C 你也不能选 第四个 D 选项呢 还记不记我刚刚有讲过 Capable of 的前面要一个 B 动词啊 所以初选项你也不能选 所以各位这题很友善吧 A 马上就是答案了 所以他说最近的科技给予我们的电脑 既有听觉又有视觉的能力 使得它们成为附带有互动潜力的多媒体机器 好的 那我们最后再看一次今天的题目吧 recent technology gives computers both audio and video capability making them multimedia machines with interactive potential 今天的题目非常具有挑战性哦 不但考了这个 both 跟 and 这样子的一个用法之外呢 还有特别就是帮大家复习了 两动词没有连接 第二动词要变成现在分词的用法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忘记呢 每天每天都有这样子小小的累积 总有一天你的英文一定会进步的 我们就一起努力吧 今天早自习的时间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咯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